聖誕假期過後 美國多地檢測站繼續逼滿人籠 費城這個流動檢測站 輪候時間長達幾個小時 有排隊的人說 足足找了整個星期 才找到有位的檢測站 也有人趕到來的時候 已經節農 巴默狂變種打擊下 美國確診急升 加州累計個案突破500萬宗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 美國單日多超過51萬宗確診個案 較上一次年頭的新高多近22萬 但相信因為假期關係 個案情報滞後所致 美國現在的7000平均數 每日大約超過26萬宗 已經超越今年初的紀錄 疾控中心稍稍收盛Omicron數據 最新估計這款新變種病毒株 佔全國新症近六成 較原先估計的少一成多 而在今個月中的時候就佔兩成三 代表Delta在聖誕之前仍然是主流 疫情重災區紐約 七天平均陽性比率增加到近兩成 但當局說紐約學校會如期在下個星期一復課 並加緊檢測計劃 未打針的學生不用再遙距上課 上學之前要在家做快速檢測 如果陰性和無症狀 第二天就可以上學 歐洲多過即使收緊防疫措施 確診仍然創新高 其中全國八成人打齊針的法國 打破歐洲國家單日新症紀錄 再多近18萬人感染新型肺炎 西班牙多近10萬人確診 意大利亦多超過7萬8千宗 而在英國、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 合共有13萬8千人確診 再創新高 今個星期初已經收緊防疫的威爾士 酒吧場面非常冷清 業界憂慮當局推出夜店停業令 和限制酒吧社交距離 便上促使當地人到鄰近 沒有收緊防疫的英格蘭地區慶祝新年 打擊威爾士的經濟 有線電視記者郭慧儀報導